您好,我是昆仑流石,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聊了聊这个蒙古的大汗阿拉坦汗 和这个西藏的皇教最高领袖索南加措呀 有了友谊了 达成了默契之后啊 一个呢把对方封为了护教法王 另一个把对方封为了达莱喇嘛 从此以后啊 这藏传佛教里斯大门的格鲁派 就和这个蒙古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今天咱们这段书呢 咱先把这个阿拉坦大汗放放 那放放的意思呢 就是还得拿起来 它为什么要拿起来呢 因为咱们讲完了这藏传佛教和这个西蒙古 也就是墨西蒙古瓦剌部的这个关系以后啊 咱们会讲一个阿拉坦大汗的媳妇的故事 那我估计呢 就是一级或者两级是咱们一个翻外篇 因为阿拉坦大汗的这位福建呢 也是草原上一位非常传奇的女性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啊 对咱们北方汉人来说呢 比前一阵子咱们讲的那个满都海彻臣呢 可能要更有名一些 身上所承载的故事啊 那就更离奇了 那有人说哎 这个33岁的满都海彻臣 和这个7岁的达严寒结婚了 这还不够离奇吗 哎 您听见吧 比起阿拉坦大汗这位三娘子来啊 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得嘞 我这留个扣卖个关子 今儿肯定是聊不上咱们呀 接着聊藏传佛教和墨西蒙古瓦剌的关系 那现在这瓦剌谁是当家人呢 这会儿的魏拉特呀 四部也推选出来一位头人 他倒是也自称是大汗 不过呢 他扮演的角色呀 倒好像是这个四部联盟的盟主 他跟这个东盟主这边的大汗不一样 人家那边的大汗呢是真正的比其他领主啊 要有更多的特权 掌控的人口 操场以及牲畜都有多一些 那这墨西蒙古这边这位领主拜巴嘎斯呢 他呀 是何说特部的首领 比起其他那三部的首领来呀 无非就是大伙见你 客气客气 都遵你一声带头大哥而已 遇到这个朝贡啊 或者是这个抵御外来侵略呀 他组织起军队 或是派共使啊 或是拿起刀来就干 这个盟主啊 虽然是胳膊跟粗的来当 但是呢 也是大伙推选制 这个大汗呢 咱们前面提到过 就是前文书咱们说到那个 要继承自己兄弟遗产的大汗 结果呢 和自己另外一位兄弟打起来了 两边啊 都找自己的小哥们来帮忙互掐 导致墨西蒙古是一场大乱 土耳护特布被迫西迁 那么说这哥们也没什么呀 这明显是小调啊 看上自个儿 兄弟的财产之后啊 还要霸占 就此呢 还挑起了墨西蒙古的内战 干的都是一些 这个亲者痛 愁者快的事啊 实际上不然 在这准个二韩国史上 对这个拜巴嘎斯汗呢 还是很认可的 因为他除了这些之外啊 他还做了两件事 对这个墨西蒙古的贡献呢 那是相当的大 这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战争 终于解除了和这个东蒙古的附属关系 咱们知道啊 大概在这个明朝末期的时候啊 这个西蒙古的设立是远低于这个东蒙古的 那么这瓦拉人是如何做到 摆脱了这东蒙古对他的控制呢 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这公元的1606年 那一年的按大明纪年 应该是明万历的34年 这卡尔卡蒙古啊 和这个魏拉特又干起来了 我这么说呀 您可能听不明白 就是这个墨北蒙古和墨西蒙古又打起来了 那么这会儿双方的头子是谁呢 这东边啊 就是阿拉坦汗 西边呢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拜巴嘎斯 这一仗打的呀 在战争期间 本来这东蒙古就没占着什么大便宜 在最后谈判的时候呢 这墨西蒙古啊 又出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谈判专家 24岁的吐鲁拜虎 是这个拜巴嘎斯的亲兄弟 也就是后来的顾史函 您不用记名字 您就记住了顾史函就行 因为在这个谈判当中 这个小伙子表现的优秀 所以给西蒙古争取了更大的利益 虽然呢还附属于东蒙古 但是啊已经不像原来 让人家当奴隶一样的看待了 就因为在谈判过程当中 他表现的很优秀 所以啊这些蒙古贵族 大汗呢给了他一个封号 什么封号啊 国师 可是啊 这个还没过多少年呢 大概也就是17年的光景啊 这哈勒坦汗觉得呀不爽 为什么呢 他觉得呀这帮魏拉特也挺坏的 还得让他们当奴隶 于是就率了八万蒙古骑兵 哎再次的攻打墨西蒙古 这会儿的墨西蒙古啊 实际上挺硬的了 哎因为他有一个部落崛起了 哪个部落准干尔布 这墨西蒙古的这个盟主啊 拜巴嘎斯联合了魏拉特部的 这个领主哈喇呼喇 组成了联合军 就和东蒙古这八万骑兵干起来了 说中代言准干尔布新崛起的 这位头人哈喇呼喇 就是嘎尔丹的爷爷 哎在这墨西蒙古也就是瓦剌军中啊 有一员大将 这员大将啊 是这整个蒙古出了名的巴图鲁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赛因斯尔腾吉 哎这赛因斯尔腾吉啊 那了不得了武功高强啊 开弓能够射雕 是上山能够擒虎 那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位武艺高强的人呢 那必定是有人倒霉遇上他了 谁倒霉啊 东蒙古的这位大汗阿拉坦汗 哎在乱军当中两个人就碰面了 这战场之上敌我相见的是分外眼红啊 可是呢 人家这员武士啊 赛因斯尔腾吉 非常的懂礼貌 这嘴上说呀 殿下 我可是没忘记啊 我们穿的都是您用射箱熏过的衣料做成的衣服 吃的呢 也是殿下您熏制的风干肉 我们的好日子呢 都是殿下您给的 可是今天 殿下您把我们当成了一族 那我们没办法 为了魏拉特的荣誉 我决定用我的钢枪插入您灰色的肾脏 然后就真的一刀插入了这个大汗的侧腹 那我想啊 既然这个史诗是这么吟唱的 那自然是一刀啊 真把这腰子插出来了 至于拿回拿回家去 巴比Q啊 我想到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史诗里唱得清楚 是灰色的肾脏 哎 开样子呀 这大汗的肾脏 以然不新兴了 或者是有病 所以呀 人家就没拿回去下酒 那腰子都被人家掏了 这大汗 阿拉坦一看呢 还活什么劲呢 于是栽下马去 死了 这一仗啊 就真打出了魏拉特的气势 从此以后 这魏拉特蒙古 也就是这个瓦拉 就再不用向这卡尔卡蒙古进贡了 这阿拉坦韩死后啊 这个非黄金家族不能称汉这一条 实际上在草原上啊 基本上就是名存实亡 也没人再提了 那今儿咱这段书呢 借着说这拜巴嘎斯 把这阿拉坦韩说死了 明儿咱还省事了 明儿咱直接说的那小媳妇 哎 这拜巴嘎斯啊 在任时候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啊 哎 挺好的 五月剑派盟主他不干呢 他非要出家做一名格鲁派的和尚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 说到这儿咱就又得说一位熟人了 说到这儿啊 哎 我得考考您了 咱们这整个二韩国这部书的开篇呀 咱们就聊的是这个大韩卡尔丹率领着部众 和康熙皇帝打的一场仗 这场仗的名字叫乌兰布统治战 那为什么打这场仗呢 这卡尔丹呢 说了我就两件事 这大清皇帝如果依了我呀 我是立刻回军 其中的一件事就是啊 你得把一个和尚交给我 这个和尚是谁呢 这个和尚啊 就是哲不尊丹巴活佛 是这个吐谢涂寒的亲弟弟 哎 您从这儿听着啊 从这儿往后这人物故事可有点绕嘴了 所以说既然咱们说到这儿了 那这故事肯定和哲不尊丹巴活佛有关系 那么说和吐谢涂寒的弟弟哲不尊丹巴活佛有关系吗 没有 咱们要说的这个哲不尊丹巴活佛呀 是这吐谢涂寒弟弟的前世 哎 您看这事都挺绕嘴的吧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这个藏传佛教这些大活佛呀 那全能够这个轮回准世 对呀 您想起吧 那广平仪式的成就能成为活佛吗 那必定得是啊 多事功德 跟唐僧一样 实事好人才能成佛 哎 咱们怎么越拐越远 咱们到西游记了吧 拉回来接着说 咱们说这个 哲不尊丹巴活佛 有一天呢 作为西藏的大喇嘛 到这个墨西蒙古瓦剌部剧讲经 这一讲经不要紧 坐在下边听课的就有这位 墨西蒙古的五月剑派盟主 拜巴嘎斯大喊 就一节课的功夫就中了道了 下了课之后不行 谁说也不行了 死活就得出家当和尚 这魏拉特部各部的首领一听啊 这不是疯了吗 你放着好好的大喊不干 你干嘛非要当和尚啊 咱们刚跟这个墨北蒙古打赢了 好 你这一当和尚 人家再打回来 谁领着我们跟他干呢 所以啊 就召集了大伙来开会 谁来开会呢 首先呢 得有这个 可能啊 这会儿还闹不明白怎么回事的 这位活佛 其次呢 就是魏拉特部啊 各部的首领 以及贵族们 除了这活佛以外呀 就是这个32位 这魏拉特部的大小王爷 以及领主盟主 一共就32个 一个不差 全在这了 这些人最后跟这个带头大哥说呀 干脆你也别当和尚去了 你看是你一个人当和尚功德大呀 还是你说我们大伙 一人出一个儿子 咱们一块去这个修佛的功德大呀 这拜巴嘎斯听完这些话之后 他低头不语 他没说话 这活佛可把话接过来了 活佛说那还是多数人为僧功德大呀 因为在佛面前可不分您是大汗呢 还是一个普通牧民家的孩子 那这班人一听说那妥了 那我们每人呢都出一个孩子 让我们这个首领拜巴嘎斯也出一个儿子 这拜巴嘎斯说那你不扯的吗 我这么年轻我也没儿子呢 那这帮头上说没关系 给你认一干打 于是这准个二部 32个首领就出了32个少爷 跟随着大活佛呀 一同回到了西藏去求佛 那么广是这32个少爷到那儿啊 不行 没人照顾哪儿行啊 这32个呢都是来自于贵族的孩子呀 平时啊是肩不能跳手不能提 哎这游葫芦倒了呀 都不知道从哪头浮 所以说呀 又在这个老百姓当中 挑了200个聪明伶俐 长相端正的男孩 随同这32个少爷 一起做随从来到了西藏 那么说这232个蒙古来的孩子 成了新喇嘛 这200多人了不得了 不但呢都来自于瓦剌 而且又相当一部分人是瓦剌的贵族 这么一来这个瓦剌部 与这个藏传佛教的关系 比起这个蒙古其他部众 可就要更近一些了 没过多久啊 这拜拔嘎斯死在了战乱当中 他的弟弟就接地了大汗之位 就是这个后来后后有名的顾史汗 这顾史汗呢 实际上呢 咱们要是用汉语来翻译一下呢 就是国师汗 就是因为啊 跟这个西藏的藏传佛教关系好 所以这位顾史汗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丹增错节 翻译成汉语 就叫做持教法王 那么现在咱们中原这边 到了什么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明末了 如果按照梁子来跑 顾史县捋的话 那明天咱们应该讲啊 这个嘎尔丹的家族 准嘎尔绰罗斯 如何崛起的了 不行 明儿啊 咱得空一集 咱们得讲一位小娘子 就是刚才咱们故事里 让人弯了腰子的大汗 阿勒坦汗的那位小媳妇 著名的蒙古夫人 三娘子 祝贝 真心 阿勒坦汗的吻 阿勒坦汗的冻 阿勒赛出 denial 阿勒坦汗的冻